在 2013 年尾,我和丁子初次搭足這個九州 我們游過紅本,去過湯布園,還上亞蘇山 我們膽粗粗將拍回來的片段剪成一輯郵寄 還放上 YouTube 就是這樣,我們的 YouTube 頻道也應運而生 來到 2015 年,我們再一次遠赴這個九州 到底我們今次又去到什麼地方呢? 大家就有密切留意下去吧! 由於我們今次的旅程,我們會橫跨南北九州 在北九州方面,我們主要在福岡 然後我們會去太宰府 鳥妻市 還會去到門司港 之後我們會展開四日三日的南九州之旅 我們會經過鹿兒島 落到紫宿溫泉 還會去到宮崎市 然後我們就離開南九州,回到博多 完成我們八日七夜的旅程 說這麼快,我們就來到這個熟口熟面的福岡空港 第一件事當然是回到市區 至於怎樣從福岡空港回到市區 其實在第一季的第一集都有說過 不過我都不厭其煩跟大家說多一次 首先我們會在國外線大樓 然後坐免費的Shuttle Bus去國內線大樓 然後走地鐵站坐福岡空港線 落回博多 其實只要兩個站就可以回到博多 我們首要的任務當然要找一間酒店 放下東西安盡自己 而我們這次挑選的酒店相對比較近民居 就是眼前這間Nil Gaia Hotel 雖然看地圖就見到它好像跟火車鬼很近 但其實早上都不會聽到火車聲 正當電子處理 Check-in 手續的時間 我就帶大家到處走走走 其實他們的Lobby就一眼看得完 主要是用不同形狀的書櫃作為間隔 酒店方面也有提供免費咖啡 在Lobby和每一層的酒廊都擺放了很多令人熱血沸騰的漫畫 Lobby就走完 是時候上樓看看示範單位 入到房間 它就有一罐這個精品酒店的作風 一眼看得完 沒什麼特別的驚喜 至於空間感方面 我就覺得相對地好像小了少少 特別是開了行李箱之後就特別明顯 至於WiFi設備方面 房間是沒有WiFi的 只是大堂才有WiFi 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衛生和整潔方面我們是絕對滿意 安頓完之後都差不多是晚上8點多了 我們就是時候去吃晚餐了 離開酒店之後 Din姐帶我去一間在日本食平網站 好有人氣的燒肉店吃燒肉 我們由酒店走到這間食屎 大概走一百分鐘的步驟 我們今天要吃的就是這間 當牛燒肉店 雖然這間店鋪有兩層 好像很大 但其實每一晚都是座無虛值 這裡的其中一個標榜 就是他們的牛肉 因為他們的牛是自設農場自養 然後直送過來這一邊 大概等待了20分鐘 適應就安排我們有位置坐 好了,坐下了 不如聽聽Din姐說一下 到底你們有什麼吸引 這個是上網傳送 這間是機仔食 除了牛肉之外 這裡另一個節目就是 這裡的牛肉是用炭腦來燒的 我們推介的就包括這個 上雪花牛 它是每台限量order的 另外還有牛鮮 在炭火的加持下 其他肉類絕對可以一試 那吃消物了 少得當然是喝啤酒 坦白說 它是什麼牛來自哪裡 我就真的不太懂得分 但我懂得分的就是 如果它以每年不用600日 的價錢 就吃到這個質素的牛肉 我就會告訴大家 我這次就真的值回票價 吃完這一餐 時間都不早 同時我們也為到部的第一天 畫上句號 因為我們要好好休息 為下一日的旅程作好準備 希望大家不會介意 我們今集這麼沉氣地 解釋太多無聊的details 其實日本很多食事都有中文men料 包括這間多牛都不例外 只要大家問一問試應 拿個中文men料 就不用擔心叫不到食物 下一集 我們的九州之旅正式開始 第一站我們將會來到這個太宰府 到底我們去到太宰府 有什麼玩和太宰府有什麼特別 大家要密切留意下一集 大家要密切留意下一集 為什麼要密切留意 大家要密切留意 或者是一次 Jaz會 巴掌 為什麼要密切留意 !! 是